开局第一攻就是于德豪和李延哲之间的配合 倒篮下去 这个掩护的位置比较高 外弹 三分命中 又是位置比较高的掩护 再给胡顶 机会还是出到他这里 对的 连四两个三分球 100%的命中率 是 卡拉姆做这些动作也非常的合适 蒋昂然面对着连者突破失误了 被琼斯断下来了 琼斯的手快 看远端又是这个位置 麒麟再次出手 第二第三分球又进了 天哪 麒麟连拿8分 机晓龙 对 时间是比较多 看看怎么发起 没有挡拆一打一 是要一打一挑战琼斯 奔出来了 是 机会三分球打碎了 压哨的出手 这球打得足够耐心 足够耐心 唐燕如本赛季三分球 命中率是只有18.9%了 这次 关键时刻真敢相信自己队友 给这个命中率不高的唐燕如 对 六投三这种 这个新疆队在布防的时候 肯定也会稍微给 往这个位置漏一点 好的 底线附近的中距离 鲁鲁布拉今天上来之后 一个封盖 一个中投 战术 测意打了一stagger 到篮下去 好的 这个球传的漂亮 湖顶的发牌 卡巴到篮下 这个球就是说 再挂这个掩护 翠小龙 到篮下 好的 这球是卡巴的补扣 这球是算卡巴两分 还是算小龙的 琼斯现在这个打得轻松啊 不需要自己得很多分 就是在这梳理进攻就行了 是吧 新疆队现在 这个分差只拍到六分了 也需要攻一攻啊 嗯 黄彩宇 这个准 哎 这样完了 新疆队的退防比较快 在沟通之间漏掉了卡巴 不扣命中 厉害 新疆队的进攻出了问题了 现在有点停滞 点一步 直接投中距离 机会不是特别好 篮板的球 哎 连哲 波出来之后 麒麟抢下来 再拿一个进攻篮板 连哲 跑球 抛头 拧动 二次进攻得分 这是以奇人之道 嗯 进攻啊 空间全集中在一边了 小龙想要一步上了 最后又是他刀的布了 哦 神啊 真是小龙啊 去了解卡巴 他知道这个球我可能上不进 但是我就往板上抛了 是吧 他这球明显是往板上抛的 不是想要去投篮的 所以就是给卡巴制造进攻篮板球 打了9比0 把比分反超了 让麒麟到篮下去 好的 追平比分 对 麒麟去打 麒小龙这个明显的身高优势 这是一个错位 萊克尔掩护 湖底漏给了一个三分球的机会 三分打劲了 这小龙感觉来了啊 是 我连续抢到了进攻篮板球啊 琼斯已经抢两个了 看时间 突破好久 最后是包投动作 还是二次得分 这球在篮光上弹了一下 出来有点运气差 贾的手对手 贾的手对手 贾浩然这球真聪明 嗯 扎不住 漂亮 哦 这球给的好啊 琼斯 你看 这就是阿布鲁 能够在场上作为一个指挥官 叫Playmaker 是 又是一个失误 琼斯 快攻给到 好球 哎 这个欧洲部真漂亮 行进间的运用 大欧洲部 在实战里面 真是阿布表现得太棒了 嗯 这种球你看机会拿到之后啊 立马往前掌给 而且 这几个人都是那种 看下彼此防守怎么样 打进打出 二次要位 给到里面 祝宇航上篮打进了 好的 漂亮 祝宇航 湖顶 再来一个 哦 这球 距离三分间还有半步的 同样在湖顶 两个三分了 祝宇航 今天这三分球真的是可以 他 这一截拿到了10分 三分头 三种 还有一个助攻 前面我怎么说 我说 我很期待他今天的表现 是 是吧 打5号位啊 他其实是这个 球队阵营里边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换防 突破到篮下 这球打得很出色 琼斯在分底脚 黄尔吉转移 给到上线 朱议航再投 这球是短了 被干扰了一下 黄艳如 好的 李朝龙快攻 所幸新疆队也不犯规了 这个是九出战阵的原因 太久不上场 好帽 对抗之后被麒麟无情的风感反击 黄西自己来一个 要上了右手 好球 把球滚进篮框 进入到了暂停100比80 不比能力 就是你要调整过来也比较难 能力 你反而外援 你就摆 摆就摆在这儿了 打得好就是 打得好就不是关系 太多 卡扒着一下 真漂亮 又献上了一个 寂静四座的报寇 应该是新疆队不想打 但是德莱斯可能想 我自己还想再拿两分了 只要是对手上包夹了 他就想着我先把球运 先把球运出来 比赛结束103比87 先将队在客场是战胜了江苏肯定